第1781集 异想天开 天塌地陷 十多人全部出手 不止成大阵崩塌下来 好像一尊远古巨神降落下神法 对着南宫红的封印就直接劈下来 但是 那纪元神圈的封印一下子撑开 画为了一口金光四射的大钟 在中体上面 显现出了谁也看不懂的文字 跟图画来 那大钟一阵旋转 无匹的气息从其中散发出来 直接就把所有的攻击全部都瓦解了 这封印怎么如此厉害 欲血绝杀 南宫霸信还有几位老者 一口鲜血又喷出来 个个劈头散发 开始燃烧寿命 发动最后的攻击 他们的攻击猛烈地 在这神庙中吹起了一阵悬风 那悬风如刀四面切割 当场就有几个功力低级的修士 被封刀给切割 斩杀成两段了 许多修士纷纷散开 就在这时候 方寒的纪元神拳封印突然一下展开了 十多道神光从其中击射出来 化为十尊皇者的虚影 朝着南宫世家的十多位高手 猛地镇压过来 连续数声巨响 所有的高手全部都被镇飞下了 掉落在地面上 个个脸色苍白 似乎受了很重的伤 这时 能攻世家十多尊大金仙 都被镇飞了 仅仅是一个封印就如此厉害 这就算是祖先恐怕都 不可能这么厉害 除非是一件法宝 就算是一件法宝也太强大了 上品仙器肯定不能够做到 莫非是绝品仙器 不像是法宝 我看还是封印 本身的法宝 因为我感觉不到丝毫法宝的气息 我宝孙者 一生浸淫在法宝之中 这一点不可能看不出来 没有法宝 本身封印就如此强大 这人能不比祖先还强横 怎么可能 那封印也就是金仙的修为 我也诧异 难道 暗中有高人出手 不管怎么样 这次南宫世家的人是吃大亏了 封印都打不开 个个都被镇伤 那南宫红依旧跪在那里 我看南宫世家的人 再会寻找来什么人物 也许南宫世家超越金仙的高手会出现 甚至天地联盟的高手都会前来 化解此事 这一下 南宫世家的人吃了大亏 一些修士心中快意起来 却又暗暗震惊的封印之强大 天地联盟神庙的深处 华享荣 华瑞仙子 正在陪着方寒谈着生意 突然也听见了神庙门口传出的震天巨响 联盟催动进法看了过去 就发现了那惊人的一幕 凤云公子 你的禁法 不错 我的禁法 就凭这一把人想解开 简直是笑误 区区十多个金仙 想要解救南宫红 简直是异想天开 方寒白白手 好了 我想去购买大量佛芝 你们说也想去拍卖 是怎么回事 凤云公子 再这样下去 惹出了南宫世家的祖先将领 也吃醉不起 你再厉害也是金仙 得罪了祖先 是不明智的选择 这样 我们天地联盟从中调解 这件事情 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 花蕊身体上一阵清光闪烁 似乎是得到了上面的命令 就算是南宫世家的祖先前来 我自然有应对的办法 这南宫红气我太甚了 明显一见面就不给我面子 以为我是个小人物呢 却没料到我如此强横 方寒也看见了 花蕊仙子身上的清光闪烁 知道 他已经暗中把这件事情 禀报给了上女 不过 他这也不在乎 展现出了强横的实力来 也趁机小小的出名了一次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一些实力 成为天地联盟拉拢的对象 再做起生意来 也许会得到极大的好处 至于这次让南宫红跪下的事情 虽然和南宫世家交恶 但是对方也不可能为了小小的一个少主来围杀自己 甚至和羽化门作对 而且 这件事情发生在天地联盟神庙之中 这个巨无霸级别的组织 肯定会竭力调节的 到时候自己为名传播出去 得到羽化门的重视 好处会更多的 方寒其实早就研究了羽化门的一些核心弟子的情况 发现里面的弟子只要出名的 都会做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 面对这种弟子 羽化门的一些老古董高层不但不会处罚 反而会欣赏 弟子越嚣张跋扈 做的事情越惊天动地 就越代表有出息 当然 这也是必然的 没有实力的弟子嚣张跋扈 早就被斩杀了 只有那种妖孽级别的变态 才能够嚣张跋扈 天界的各大门派的传统和士族中不同 一般弟子在外面惹事 只要是不吃亏的 会到门派中 不会受到处罚 反而会重视 而失败者 下场就很凄惨了 回到门派还要被人嘲笑 而且门派中的长老 一般不会被失败者出头的 因为失败者代表着耻辱 代表失去了价值 凤元公子自然是倒数无双 谈比天庭神与执法堂弟子那群变态 花蕊仙子小心谨慎地笑着 他此时也没有施展出魅惑之术 变得有一些小青春 这个女子现在知道方寒的厉害 失了远远在自己之上 自己的任何小把戏都隐瞒不过方寒的耳目 她是个聪明人 就不再自作聪明了 如果南宫世家的祖先高手前来找我 我就在你们天地联盟的高层下和他见上一面 调解此事 这样我这次前来是购买佛枝 言归正传吧 第1782集 世家来人 方寒不想在南宫世家的事上继续扯下去了 风元公子 佛枝是天界的紧缺货 不过我们天地联盟 因为和天庭有往来 所以也并不缺少 每天基本上都要进行大的佛枝拍卖 您可以去我们的天字号拍卖场 今天有大约上百亿斤的金仙佛陀佛枝拍卖 甚至还有祖先元仙圣人级别的佛枝也有拍卖 花想荣想讨好方寒 立刻合盘拖出 什么 还有圣仙级别的佛枝卖出 方寒一愣 如果能够得到 对自己的纪元神权各种法宝的纪恋都有巨大好处 一滴圣人级别的佛枝 甚至都可以把一件三日三天至宝变化为上品仙器 圣仙那可是非同小可呀 随便一个圣仙级别的存在 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现在的方寒捏死 双方相差了足足三个境界 不过圣仙级别的佛枝那是非常珍贵的 每一滴都价值连成 甚至是有价无市 想不到这天地盟拍卖场中居然能够拥有这个 不错 最近天界一位大人物 发掘了远古一尊佛城的遗址 在其中得到了海量的佛指 于是交给我们天地联盟出手拍卖 花蕊仙子也开始向方寒解释 同时他引路 一面向天地联盟神庙的身处一个大拍卖场走了进去 天地联盟的神庙里 是一个个的国度好像风潮一般 处处都有着金碧系组隔着 好像诸天万剑一般的容纳着天地万物各种空间 方寒在两个女子的带领下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拍卖室中 并没看到人头攒动的场景 而是一个个华丽的包厢 里面端坐的都是大人物 气息深藏不露 恐怖的如同海天一般 看来能够来这个天字号包厢里的都是大人物 方寒暗暗点头随意一扫 就发现这个拍卖场中一共有三百多个包厢 每一个包厢都严严实实的 怎么都看不清楚 甚至它的洞天神眼都发挥不了作用 风元公子 这是只有贵宾才能够进来的拍卖场 本来您还欠缺一些资格 非常欣赏您 破格为您准备了一个包厢 七十七号 请跟我来 进入这个包厢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够探查得了您的身份 说话姐 方寒和两女就进了一个包厢里 与此同时 在天地联盟的深处 一个国度之中 端坐着三个大人物 这三尊大人物 一个老者 一个中年人 还有一个美貌妇人 华神妇人 那风元和南宫红的事情 该怎么和南宫世家的人解释啊 现在南宫红还跪在地面上 没有人能够破解风元的封印 南宫世家的大人物 已经快要赶到了 这个老者对那个中年美妇的 米河老祖 我也没有办法 那风元的封印 我也没有把握打开 华神夫人脸上 居然出现了一丝差异 真是奇怪 他不过是金线的修为 居然能够有如此强横的封印 什么 你都打不开 你可是近身到达了祖先的人物 中年男子震惊到 双眼中闪出了一丝寒蒙 我确不相信 一个金线的封印 连我们祖先都无法打开 给我开 在这个中年男子双手撕裂之间 一道空间裂痕出现了 在裂痕之中 显现出了南宫红 跪在地面上的场景 中年男子双手连连变化 一道无形的力道轰击出来 顿时 虚空当中 一股潜力猛地反弹回来 出现了诸多黄者的虚影 使这个中年男子的身躯一动 衣服飘飞 身体都移动了一两寸 这个中年男子 竟是一尊无上祖先 超越了金仙的至高存在 可惜的是 他欧阳昌的修为相差不多 那欧阳昌被方寒一把捏死 这个中年人自然是无法打开 方寒的封印的 中年男子脸色十分不好 好强的力量 这是天庭之中 珠黄武精的神秘奥义 金仙不可能如此之强 就算是天庭神域那些弟子 也不会强横到这个地步 我怀疑风源身体之中 还有一尊强横的存在 他有一掌 要不然 不可能我都破不了封印 这违反常理 老者说 不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 他的体内 隐藏着一尊大人物 所以 我们才决定调节此事 不过南宫世家的人 向来狂傲自打 得让那些来人 知道一点厉害才是 南宫世家的人 每年和我们天地联盟合作 我们都赚不到什么财富 就是保持微薄的利润而已 南宫世家现在的大人物 基本上都是祖先修为 原先圣先级别的老古董 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检修 我破解不了的封印 他们也休想破开 让他们前来 收敛一架器 再谈谈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 这件事上的调节 增加和南宫世家 生意上的利润 这件事情 你们通知羽化门了没有 我已经通知了 羽化门的几位无上祖先 他们都会赶过来 第一是看一看这个风源 第二是和南宫世家和解 南宫世家和羽化门 都是王者世家和门派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开战 不过这次究竟是怎么妥协 是个难题啊 第1783集 那封印我们打不开 看一看南宫世家的人怎么办了 那风源体内隐藏的高手 布置家的封印连我都无法打开 肯定不是一般的强者 甚至是超越了祖先的高手 或者是老资格的祖先 南宫世家的人来了 我们出去迎接吧 三尊高手就感到了狂猛的气息 跨越时空而来 好像祖宗神灵降临一般 立刻就飞越了出去 天地联盟的大门口 南宫红依旧是灰头土脸的跪着 十多个南宫世家的高手脸色苍白 布置下阵法 把南宫红给围绕起来 企图把他带走 可惜的是 那禁法实在是太强大了 而且跟方寒息息相关 根本无法移动 甚至是被围绕起来 那禁法就会发出神光 洞穿南宫世家的阵法 再次让南宫红跪下的场景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许多别的势力的金仙指指点点 有的甚至哈哈大笑 整个天地联盟的神庙门口 越来越多的高手在围观 就在这时 突然天空变了颜色 漆黑沉沉的 几股祖宗神灵一般的气息 突然降临下来 在南宫红下跪的地方 出现了几尊人形 其中一尊头戴高高的帽子 身体衣服宽大 袖袍简直可以遮天蔽日 太阳降落下来 大袖一挥 几声巨响 周围的十多尊围观 谈笑的金仙就炸成血雾 收他的袖子里 略微一流转 就化为了十多枚网品丹药 直接杀人炼药 毫无顾忌 这是何等的凶残呢 都给我滚 我数三胜 如果这里还有人观看 这十多个人就是榜样 此人阴沉一笑 目光扫射四周 这是南宫世家的一尊太上长老 无上祖先 南宫杀 长文之中 他在出生之时杀气滔天 直接把许多服侍的仆人都镇死 此人倒数无敌 很早就超越了金仙 成就无上祖灵之道 修成祖先 快走 快走 南宫世家的绝代祖先降临了下来 事态非常之严重 我们万万不能够抗衡 最近数十万个天兴年 祖先已经都闭关前修 不到非常时刻不会出来 一旦出动 必定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这件事情 太送南宫世家的门面了 而且那封印根本解不开 祖先前来 那封缘危险了 我们走 不要观看 否则就会被南宫杀斩了 炼制成丹药 走走走 你看那正古道人 还没有来得及逃走 就被炼制成了丹药 可怜呀 南宫世家这尊凶狠 太上长老一降临下来 就直接杀人 十多尊金仙当场 被炼化成了王品仙丹 这种凶神恶煞 直接震慑住了许多人 许多金仙都做鸟兽散 面对绝代祖先的威亚 金仙不可能在这里观看 最为低级的祖先 都可以轻易斩杀 一百尊金仙了 不一会儿 在场的汹涌人潮 就走得干干净净 不过 还是有一些高手 在暗中窥视的 哼 那南宫杀又是冷哼了一声 当空一抓 时空裂开 三四个人影 从其中掉落出来 惨叫连连被他大手一抓 全部都化为了血肉 不停地蠕动着 化为了王品仙丹 又杀了三四个暗中窥视的 瞬息间 所有暗中窥视的人 都立刻退走了 虚空中就是留下了 一道道恐惧的情绪在 看着空荡荡的天地联盟神殿门口 南宫杀和几位太上长老 满意地点点头 一尊南宫世家的太上长老说 这些金仙 自认为是天界的霸主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杀他几个可谓是相得益彰 震慑震慑他们 想看我们南宫世家的笑话 还早着呢 不错 我们南宫世家的笑话 哪里有这么好看的 南宫杀眼神一扫 看着跪在地上的南宫红 不由他怒道 废物 南宫红 你这个废物 把我南宫世家的所有脸面 都丢光了 还想继承南宫世家的家主大位 回去之后 我要把你贬尽炼狱 永世不得翻身 沙叔 救我 我死不足夕 你一定要杀了那个凤云 这不是他的真正实力 而是他体内 蕴含了一个强大的存在 故意对我无力 要和我们南宫世家作对啊 跪在地面上的南宫红叫起来 歇斯底里 生死历劫 一个南宫世家的金仙跑出来 沙叔 那封印我们打不开啊 废物 都是废物 南宫杀一个耳光 把这个金仙给抽飞了 重重掉落在地面上 连一个封印都打不开 你们也把我南宫世家的脸面 都丢光了 回去之后 统统面壁思过一千个天界年 知道吗 南宫霸信也走了过来 沙叔 不是我们无能 是敌人太强大了 封印有鬼神莫测之玄妙 甚至暗暗蕴含 朱黄武精的奥妙 朱黄武精有什么了不起的 早已经流传很广 南宫杀冷笑连连道 那天地联盟的人怎么还没有过来 事情出在天地联盟之中 他们难道不管 想置身事外 怎么可能 还请沙叔打开封印 一些金仙都说 是我们无能 不过沙叔啊 打开封印 不能让南宫红再跪在这里 损伤我们南宫世家的声誉 南宫杀点点头 大踏步向前走着 第一千七百八十四级 谈判 一步踏出 他身上的气息就开始薄发 宛如一道沧海 无量无尽 大手一抓 嘴里迸发出几个字来 大乐三昧不灭玄宫 千古力量绞杀成一体 扭曲成情所向无敌 这是南宫世家的一门绝学 力量笼罩下去 要直接摧毁封印 甚至要攻击方寒的本体 封印和人息息相关 一个羽化门小小弟子 就敢这样对待我南宫世家 我就破掉你的封印 把你隔空击杀 想必羽化门也无法说些什么 南宫杀脸色争议 起了无比的杀心 大乐三昧不灭玄宫 降临到达封印上 突然之间 封印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无数皇者的虚影出现在上里 对着南宫杀就进行轰击 半吊子的珠皇武经 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残缺不全 南宫杀大秀一福 骨头苍穹 要把所有的皇者都容纳进去 方寒得到的是纯正的珠皇绝学 不过他自己参悟和纪元神权融为一体 玄妙更多 但是气息就不是珠皇的真意 在南宫杀看来 不过是残缺不全的半吊子而已 南宫杀一秀之间 空间无限延伸 简直是把空间法则演绎到达了极限 诸多皇者竟然都要被容纳进入其中 就在这时 一头皇者突然飞跃了起来 双手交织出奇怪的符文来 这头皇者 似人非人似鸟非鸟 全身赤红 带着金色的文字 爆炸而出 好像一头金屋之王 这就是皇者中的西皇 你冲出来 打出了十倍战力 天有十日的杀赵 石团烈日式的金光照耀万古 当空一爆 火雨流星纷纷降落 把整个天地联盟的大殿都震得摇晃起来 南宫杀背着一震 不由自主地连连后退 连那绣袍也燃烧起来 这是什么 如此强大的战力 南宫杀在后退之间 联盟运起一口真气喷射出去 使得火焰熄灭 而那封印依旧是封印 没有丝毫动弹和破损 南宫杀也没有破掉封印 反而是被封印反击 烧掉了袖子 杀叔也没有破掉封印 我难怪怎么强好 我们自然破不开 南宫世家的一些金仙 差点晕死过去 和南宫杀一起来的太上长老 脸色也难看起来 对那封印深深的忌惮 什么强大的封印 我南宫灭根本就不信 咱们一起联手 不信破不定 一尊太上长老 也是绝代祖先的南宫灭说 南宫世家 诸位太上长老降临 我们天地联盟是彭壁升辉啊 就在诸多太上长老联手要解开封印的时候 突然 三道祖先气息降临下来 出现了一尊老者 一个中年男子 一个中年美妇 正是天地联盟的三个高层 米河老祖 玄机秀逝 花神夫人 南宫杀看见来人脸色更加不好看 刚刚他并没有能够打开封印 是奇耻大辱 知道被人看见了恨不得有一种把人都杀光的冲动 不过他知道 眼前的三尊高手适合的同一个级别的存在 而且是天地联盟的高层 不能够杀 南宫杀 不必气馁 这封印 我也没有能够打开啊 中年男子玄机秀逝一飞下来的时候 看见南宫杀面带杀鸡 哈哈一笑 化解了尴尬的气氛 南宫杀语气强硬 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我们南宫使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那封园呢 于化门弟子封园 快点出来谢罪 否则我们就杀上于化门去 我就不相信 于化门的那帮老家伙会和我们翻脸 敢对抗南宫世家的威严 这件事情也就是小事情 不要脑子这么大 而且那封园的体内 蕴含着一位极其强横的高手 惹怒了他 对于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样 我们安排你们到包厢之中 和那封园见面一谈如何 彻底解救今天的这件事情 你和老祖联盟从中调解 好 我就倒要看看那小子有什么本事 不知道天高地厚 敢和我南宫世家对抗 南宫灭道 南宫杀冷笑连连 我就不相信这小子真有如此的神通 你们既然想谈判 那想必肯定是通知了于化门内部的高手 这次的事情我们未必不可以化解 但是于化门必须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要动火气 于化门的大人物一会儿就当 我们还是去天字号拍卖场的包厢 和那封园弟子见面吧 花神夫人打圆场 天字号拍卖场包厢之中 方寒四周打量着情况 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一些大人物也都没有陆续到场 还要等待一些事情 方寒一点都不着急 他先要处理南宫世家的事情 来了 他心神一动 包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空间隧道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从隧道中走出来 花想容花蕊仙子都是脸色一变 这是 这是无上祖先的气息 哼 不错是无上祖先的气息 方寒冷冷一笑 南宫世家的几位高手想见我 何必如此偷偷摸摸 正大光明的出现不就可以了 大胆 气息传递过来 整个包厢中出现了数人 是南宫世家的几位绝代高手 无上祖先 还有米河花神夫人玄机秀士三大天地联盟的大高层 这些人物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超级人物 超越金仙之上 无论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轰动 现在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 南宫世家的高手 那南宫杀一出现 梅雨间杀气四溢 他一下就看出来了 风源的确只是金仙 他猙獰一笑 意志弹出 森森剑气 就洞传到达方寒的眉心 南宫面一进来 就对方寒下杀手 他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身为无上祖先 他刚才没有打开封印丢进了脸面 以后传出去还难以做人 心里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 这一进来 就看到方寒端坐在那里 的的确确是一尊金仙 并不是无上祖先 于是他立刻就动手 一道南宫世家的绝学 灭魁剑气洞穿过去 要斩掉方寒的头颅 洞穿他的石海 让他彻底灭亡 以暴仇恨 灭魁剑气 号称灭魁 意思是专门刺杀王者 斩杀首领所用 突然一击 宛如上古刺客之王 运用无上刺杀之道 斩杀皇帝 做孤注一掷的击杀 剑气灭魁手 无人能够逃 米粒之珠也放光滑 方寒看着剑气机车到达 没心 两指一伸就夹住了这道剑气 这道灭魁剑气 在他的两指之间 好像一条灵蛇扭动着 发出了惨叫 想要破空飞出去 却就是脱离不了方寒的两指 南宫世家 灭魁剑气 好 很好 一剑面就对我下杀手 想杀了我 你是超越了金仙的存在 南宫灭 你是无上祖先 你就这么丝毫不顾身份 对我出手 若我是一尊普通的金仙 不就被你一剑杀了吗 方寒夹住了灭魁剑气 细细一分析 用周天一推算 顿时 一些炫耀的法觉 就从剑气上渗透出来 这道剑气的结构 各种修炼的方法 都被推演参详了出来 不出一个呼吸的时间 灭魁剑气 完完整整的法觉修行之法 就被方寒领悟推演出来 现在方寒的修为何等神庙 周天一何等的强横 他对于武学的认识 也已经通天彻地 吞噬了八大神域执法弟子 穆野君 金灭玉 慕容氏等人的记忆 各种武学荣于易卢 细细残悟 神国推演 几乎是各种道理都在心里 周天一的推演能力不用说 方寒自身神国的推演 也十分强横 两两结合起来 只要不是造化神权 这种级别的武学 几乎是都可以 完完整整推算出来的 灭魁剑气 被他这一推演出来 他就开始修炼 体内的神国精体中 一股强大的剑气在酝酿 凝聚成了剑种 庞大的剑气 从他的身体后面斩杀出来 你的灭魁剑气 并没有修炼到家 简直是个废物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灭魁剑气 方寒的身体后面 斩杀出那道剑气 大不可凉 好像是从虚空中 走出的太古之剑一般 血淋淋的 带着无上太古为言 血光闪烁 很多人投在剑气中显现出来 似乎是被剑气斩杀掉的 王者头颅 这也是灭魁剑气 方寒刚刚凝聚出的 无上剑气道 他对于剑道的感悟 先后融合了 失落之剑的剑气 又修炼了 玉皇圣道 妙友大尊剑气 非常之精妙 刹那之间 就领悟了 灭魁剑气的最终奥义 以彼之道还尸彼身 王者头颅 在剑气之中 这是沟通了太古灭魁之真谛啊 南宫灭看到这道剑气向自己劈来 脸色大变 袖袍连连挥舞 一道道的气劲 激射出去 挡住这道剑气的压点 一脸后退了三步 他施展出了种种绝世武学来 才把灭魁剑气给抵挡下去了 脸色一白 不可置信地看着方寒 都看得出来 方寒是夹住了灭魁剑气 然后输入真气 直接退演出了这门武学的奥义 刹那间就学会了 到达了最高境界 一剑斩杀 这种神乎其神的手段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南宫世家又一位长老南宫灭 占着方寒击出这一道剑气 双目中射出一圈圈的迷光来 好像童心猿一般 花身敷然脸色一变 看见这童心猿似的眼睛 不由得一愣 这轮转王眼不是天生的 而是修炼出来的 传闻中 乃是上古王者轮转王留下的血脉盛眼神功 一旦修成了 随意看人一眼 就可以把人射入轮转之国度 控制精神 甚至可以直接复制敌人的技艺 复制种种弓法 这是一种无上变态的玄弓 找死 方寒手掌一挥 无数的白骨之气击射出来 在空中凝聚成了一座白色古塔 将南宫灭镇压过去 这座古塔里面隐藏着无比的凶煞 大凶的气息 和那神秘的古圣居住的古塔一模一样 正是方寒用吸收白骨肠壳中的海骨 模拟出的这座古塔虚影 古圣之塔 南宫灭看到这座古塔的虚影 陡然脸色大变 眼神中的一圈圈的光都收敛 猛烈后退 不敢接触那座古塔 好像看到了鬼一般 古圣前辈 想不到你寄居在慈子体内 有事好商量 千万不要动怒 难怪我听说 慈子这次去鬼武圣君墓穴探寻宝贝 回来之后就功力大增 却没有想到 是得到了前辈的传承 南宫灭长笑了一声 气焰全部都消除了 什么 古圣 我到第七圣排名第二的古圣 不错 这座古塔就是他的气息 古圣的气息 第1786集 古圣传人 古圣 乃是魔道七圣之一 居然还活着 传闻在数百万个天界年前 魔道七圣第一的苍生 和天庭的一位圣仙决战 直接斩杀 惹怒了天君怒火 降临下来 魔道七圣 立刻土崩瓦解 不知所踪 这古圣居然存活了下来 魔道七圣之一的师圣 顿入了师界之中 寻找到传人 现在那传人成为天庭神域的弟子 他真是古圣传人 南宫世家的几尊大人物 还有天地联盟的米盒 玄机秀士 花神夫人都颤抖起来 纷纷后退 看到方寒好像看到鬼一样 没错 我在乱神海 白骨长河之中 遇到了古圣前辈 他寻找传人找到了我 传授我无匹之神力 无上海骨之道 还把古迹的大权交到了我手上 方寒把那座元气古塔一收 冷冷地说 南宫红冒犯我 就是冒犯古圣 罪不可恕 我是看在南宫世家的面子上 才让他跪下的 否则早就形神俱灭了 方寒和古圣见面 交手了一个回合 回去之后苦修间细细参悟 也了解了海骨之道 用自身元气凝聚出 古圣之塔来镇压 想起了古圣的传人 而且以他自身的力量 可以随意撕裂祖先 模拟古圣的传人 也算不了什么 现在 他自身的力量太强横了 随意杀死祖先 这种名头太大了 而且力量的来历不明 传播了出去 很容易引起一些大人物的注意 但是现在 借助了古圣传人这个名头 就可以掩饰一身力量的来历 古圣大人 可在你的身体之中 南宫灭得到了证实 突然询问道 古圣大人已灭 把所有的功力 全部都传授给了我 我已经得到了无上古道 怎么 南宫红对我不利 你们难道想替他找回厂子吗 方寒冷冷道 原来古圣已经死了 听到古圣已经入灭 南宫世家几位大人物都松了口气 相互之间对望了眼 双方都感到对方眼神中 胸光闪烁 贪婪的意念 一尊南宫世家的太上长老 站出来 对着方寒说 风圆 羽化门是名门正派 天庭认可的门派 而那古圣 却是穷凶极恶的大魔头 被天庭视为邪魔外盗 你得到了他的传承 就敢蛮横无礼 看来此事 我们要禀报天庭 让天庭来定夺 古圣这种魔头 在数百万个天界年前 就被天庭征讨 打得游进灯窟 苦苦支撑到现在 终于恶贯满盈 遭受天诛 你得到了他的传承 已经是邪门外盗 南宫沙一步走上前来 这些南宫世家的太上长老 一听到古圣死了 就已经不再害怕了 心中的贪婪情绪 越来越高涨 古圣在临死之前 把所有功力都传给方寒了 而方寒不过是一个金仙 肯定发挥不出全部力量 虽然凶狠 但也不是不可能镇压的 现在南宫世家 几尊太上长老 就盘算着怎么镇压方寒 夺取走他的古圣功力 一尊金仙再怎么厉害 限制于境界 力量都有限制 就算是得到天军传承 也不过如此 完全有机会镇压 当然 如果古圣在方寒体内还活着 那就不同 南宫沙传递神念给南宫灭 南宫灭 我们有不有机会 一起出手镇压此子 古圣一死 这小子虽然强大 不过空有力量无法运用 只要镇压了此子 夺得他身上的力量 我们也未尝不可以白齿杆头更进一步 那也不是不可以 这件事情大有可为 不错 南宫灭 南宫杀 我南宫闲 也当人不让 我南宫源也要灭杀此子 我就不信 他能够发挥出古圣的所有力量来 而且古圣苟延残喘了上百万个天界年 剩下的力量还能有多少 我们突然一起出手镇压此子 在场的南宫世家高手 一共有四位 都是无上祖先 此事要蠢蠢欲动镇压方寒 方寒早就看出来了 这一群人在蠢蠢欲动 听见古圣死了 都以为自己的实力就止步于此了 他心中只是安安冷笑 说古圣死了 是方寒懒得掩饰 给自己的力量找一个来路吧 死了是一了百了 死无对证 更方便圆谎 在场的南宫灭 南宫杀 南宫源 南宫贤四大太上长老 祖先级别的高手 方寒如果现在全力搏杀 施展出三十三倍战力来 造化神权来 几乎是可以把他们全部搏杀 一个都不留下的 这绝对不是他在吹牛 而是实打实的 早在鬼舞圣君的墓穴中 他就可以搏杀无常 回来之后又苦练了十天 融会贯通一切无学 利用补田真气进行魔鬼式的锻炼 而到红气楼中 又把一尊祖先级别的高手 欧阳昌给废掉 夺取了他全身的祖先法则和精气 使得补田炉变化为上品仙气 这一系列的变化 使他的力量增强了许多 现在 他简直就是好像很多纪元之前 气到盛行的时候 最为强大的太古杀戮机器一般 只差一步 他就可以到达祖先境界 一旦到达 就是祖先中的佼佼者 击杀上百个同境界的存在 基本上也不存在问题 不过 如果当场击杀这四大祖先 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了 方寒自然不会这么做的 不过这些人想要杀他 那是休想 第1787集 怎么不去吃屎 哼 你们都是无上祖先 看中了我的古圣神通 想镇压我 联手一起 很好 你们就上来 看看能不能够 就怕你们无法镇压我 鸣声传递了过去 从此之后 臭不可闻 方寒突然站起来 无尽的道路在他身下展开 他虽然窥然不动 但是所有的高手 都感觉到要攻击到他的面前 必须要穿越遥远的距离 要镇压他是真的困难 这是什么道书 南宫杀一惊 感觉到自己镇压方寒还真是没有什么把握 要是镇压不成 让对方逃出去 那鸣声可就真臭了 方寒施展的是行者无将 自由九遍结合起来的无上之术 融合了自己领悟的纪元之道 叫做纪元部 甚至是不用走动 无限的空间 大地 海洋 天空 都会在身下延长 浓缩 小子 你以为得到了古圣的功力 就敢嚣张 可以挑战祖先的威严 我会告诉你境界的差别是什么 南宫贤的身体中一件法宝在酝酿 几大祖先的身上不只是本身力量 还要强大的仙气 谁敢对我与换门弟子动手 南宫世家 是你们吗 就在两边对峙的时候 突然时空缝隙之中传达出了声音 在这个巨大包厢内 又一个隧道被打开 两尊高手鱼贯而出 首先走出来的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身穿深红色的道袍 好像斑斑血迹在上里 触目惊心 衬托出了这个年轻人的狠辣 他身上强大的祖灵气息 显现出了他的修为 又是一尊祖先高手 与换门到血圣子 南宫世家的四大祖先看见此人 脸色又是一变 好好好 很好 我们与换门的核心弟子之中 居然出了这么强大的人才 我接到消息都吃了一惊 直接让南宫世家的寿主下跪 好威风 好威严哪 这才是大人物的开端哪 又一声音传递出来 一个道士也从石宫裂缝中走出来 这个道士身穿一件 普普通通的青色衣服 相貌好像三十多岁 眉毛成了一个一字 连接在一起 羽化门太上长老 陈一梅 南宫沙看见这个轻衣道士 脸色再次一变 深深的忌惮表露无疑 羽化门之中 就来了两个人 一个圣子 一个太上长老 两人一走出来之后 看着方寒上下打量不停 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陈一梅这个三十多岁模样的道士 一出来 就若有若无地守护在方寒面前 哈哈一笑 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寒的肩膀 十分欣喜 风云师弟 你突破祖先境界 看来是指日可待了 我们羽化门的圣子 又会多出一个 将来和各大门派交战 又多出了一份希望 好好修行 这件事情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南宫世家先动手 想为难你 我们羽化门 必定不会和南宫世家 善罢根修 道序圣子这个年轻人 脸色也是欢喜 梅雨之中 一股锋芒毕露的气息掩饰不住 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 你们说什么 听见了道序圣子的话 南宫灭战出来 眼神阴霾闪烁 你们羽化门的弟子风源 折損了我南宫世家的名声和威望 而且身怀邪魔到头 此事绝不能够善罢甘休 你们羽化门 是想挑起南宫世家的战斗吗 战斗就战斗 谁怕谁呀 道序圣子突然大马金刀地向前走了两步 什么邪魔到头 名声威望 统统都是狗屁 风源师弟得到古圣帝的道统 就是大气 方寒愣了愣 没料到 这道序圣子竟然如此强横 看似是一个年轻人 但却比自己还要嚣张霸道 飞扬跋扈我为雄 南宫杀狂吼道 道序圣子 你想干什么 找死吗 我南宫世家在你羽化门之上 你蛮横什么 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第一 把这风源交出来 你们南宫世家带回去处置 第二 给我们南宫世家赔偿 至少一条王杰灵脉 这件事情就可以善罢甘休 否则的话 后果不是你们能够承受得起 羽化门太上长老陈一眉突然说话了 开口就是大笑 随后也站立出来 你们南宫世家的人得了失信封 风源交给你们 还要赔偿你们王杰灵脉一条 不错 这是必须的 南宫嫌冷笑连连 不然这件事情 我们就捅到天庭之中去 到那时候 你们这风源还是得要乖乖地奉献上来 不错 交出风源 一条王品灵脉的赔偿 我们南宫世家才会善罢甘休 否则 你们羽化门 就等着大麻烦吧 你们怎么不去吃屎啊 道序圣子翻了一下白眼 吐出一句让人震惊的话来 什么 你说什么 第1788集 不能够赔偿 南宫灭南宫嫌等人都是大吃了一惊 似乎没有听清楚 就连天地联盟的三大高层也都一下愣住了 他们都是无上祖先 说话虽然个个凶狠 但却从来没有说过粗俗的语言 现在道序圣子一下说出来 他们都无法反应 我说 你们应该去吃屎 嗔嗔臭味 就不应该如此异想天开了 道序圣子再度翻白眼道 风源 走 回一话门去 懒得和这一群人纠缠 有什么事情 我来扛 你 道序圣子 你还是一个仙人 一个无上祖先 南宫沙颤抖着手 对道序圣子说 随后的手掌一振 直接一掌 向道序圣子拍来 想和我交手 还走着呢 道序圣子随后一掌打出 无数仙人羽化 飞升的图形 在掌风中显现出来 竟然是羽化门的霸主 升天拳中的一招绝血 两两碰撞 南宫沙一连后退了三步 这才稳定下来 竟然是被道序圣子震退了 道序圣子的法力 在南宫沙之上 金仙的法力 等级差别非常之大 有绝顶的金仙 像神域之法弟子这种变态 可以斩杀上百尊普通金仙 而祖先也是一样 也分三六九等 难道羽化门 真想跟我们南宫使家开战 简直是烦了 南宫灭气得暴跳如雷 但是奈何不了道序圣子 方寒看见这一幕 嘖嘖称奇 他本以为 自己胆子是足够大了 但是想不到道序圣子 胆子更大 而且羽化门的高层 一个比一个强硬 面对压迫绝不服软 要是开战的话 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 但完全可以 把你们四个人全部杀死 陈一梅也显现出了 锋利的爪牙来 冷冷说 这次的事情 你们南宫使家里亏 我不介意去天庭平离 好了好了 羽化门 南宫使家都是王者大派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就义气之争 这样我们天地联盟进行调解 华神夫人说话了 风源 你呢 就解开南宫灯的封印 然后化干戈为玉帛 赔偿一点小东西 不行 不能够赔偿 倒叙圣子语气伶俐 这次是南宫洪先动手 对风源进行挑衅 是南宫世家的错误 要赔偿 那也是南宫世家赔偿 而且封印也不能够解开 就让南宫洪跪上三天 让世人知道和我宇焕门作对的下场 当然 你们如果有本事 可以自己去解开封印 不错 陈一梅也笑道 我倒是提出一个建议 你们南宫世家如果不想丢脸 赔偿一点小东西 比如几百条一阶灵脉 几亿精佛脂什么的 我们倒是可以替南宫洪解开封印 让他不要鬼陈 否则就接着丢人吧 嚣张 绝对的嚣张 羽化门的两个高层 无论是盗旭圣子 还是太上长老陈一梅 都比风寒要嚣张多了 这样他是大开眼界 暗暗叫狠 他原本就以为 和南宫世家和解 就解了南宫洪的禁法 让南宫世家丢了一个脸面就好了 却没想到 盗旭圣子陈一梅这么狠 还要对方赔偿 这绝对是抓住机会 不让对方下台的做法 唯恐天下不乱 不过这也显现出了羽化门的强硬 天不怕地不怕 有了如此厚重的靠审 方寒以后做事也是毫无忌忑 盗旭圣子陈一梅长老 此事我看双方就算了 你和老祖还在祸悉泥 想把这件事情双方都满意 但是南宫世家的四大高手 却已经动了真火 开战 开战 从今天开始 我南宫世家和羽化门全面开战 凡是在外游历的弟子都直接斩杀 羽化门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有外出的弟子 我让你们知道得罪南宫世家的后果 南宫世家狂暴地叫嚣起来 你们这是不想活着回去了 真开战 我就先把你们四人干掉才说 盗旭圣子一步踏上前去 竟要把南宫世家的高手 活生生地留在这里 不错 反正你们要开战 我就杀了你们四人 陈一梅舔了舔嘴唇 南宫世家 想压迫到我们羽化门的头上来 那是大错而特错 杀 盗旭圣子的头顶上 无数仙人飞升的虚影出现 庞博的霸气 把他衬得好像太古中 走出的气血杀神一般 方寒看得是目瞪口呆 羽化门的高层 怎么个个如此强硬 居然谈判不成就要当场杀人 这也未免太霸道了一些 他都没有存杀了四大南宫世家高层的心思 南宫贤也愤怒 大胆 才两人就敢对我们如此叫嚣 实在是自己找死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交手一次 看看到底是谁杀谁 不错 老夫也想看一看 我新念成的这一套法宝的威力 上心宫绝情境 南宫园的背后 出现了一团妖艳的金光 在金光之中出现了一张巨大的妖宫 那妖宫一人多高 呈现出血红的颜色 好像人伤心之后留下来的血液 而在妖宫之上 并排有十只大剑 每一只都不同 是绝情剑 伤心宫 绝情剑 南宫世家上古高手 南宫伤心缔造出来的绝品仙器 可以横扫一切 你和老祖暗吼了一声 一千七百八十九集 绝品仙器 情圣南宫伤心缔造出来的绝品仙器 花神夫人好像看见了一个绝世美男 在为美人伤心 留下出来的血液 化为肝肠寸断的剑 刺穿人的心窝 传闻之中 南宫世家的情圣 南宫伤心 是天界十大美男子之一 绝为到达了圣仙之境 不知道多少女子为他倾倒 不过此人苦练神舟净土 神王公主皇甫飞舞 两人的情识可谓是海枯石烂 不过皇甫飞舞在一次战斗中香消玉允 从此之后 南宫伤心就终生不娶 屈然连这件绝品道器都带出来了 施展这剑 黑横扫祖先啊 玄机秀施的身体都不安分地动弹了一下 来呀 盗叙圣子 陈一梅 你们来呀 我南宫家族 绝世圣仙南宫 伤心老祖传递下来的伤心功 绝情剑 你们来呀 让我看看 怎么杀我们 要和我们开战是你们说的 接下来 死了就要怪自己不长眼睛 南宫园 猙獰地笑着 盗叙圣子 丝毫不怕 南宫伤心也是一个废物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住 天天肝肠寸断 神已经废了 就是一绝品仙气而已 以为是王品 如果是王品仙气 我抽身就走 南宫园说 不是王品仙气 你也走不了 绝品仙气 一样可以横扫你这两人 不是这两人 是我们三人 羽化门弟子京城团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伤心功 绝情剑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方寒的身体 在说话间 突然站立起来 随后 脚下的大地无限延伸 他整个人就消失不见了 临个刹那 出现在了南宫园的身边 好像天军降临 突然一拳 爆炸性的净力 把周围的南宫杀 南宫灭 南宫闲 震荡的连连后退 居然无法维持住 身体的稳定 南宫园惨叫了一声 整个人倒飞出去 而方寒眼神爆射出精芒来 手上焕发出了神光 命运的长河在手中闪烁吞吐 直接一抓 抓起了南宫园身后的那团精芒中 立刻就拿出了那伤心剑 绝情剑 他竟然要生生地夺取这件质帽 一套绝品仙器 威力无匹 如果一旦施展开 恐怕还真的可以灭杀祖先 除非是方寒施展出33倍战力 否则的话 有可能两败俱伤 于是方寒在突然间发动 雷霆之机 偷袭 他现在的实力 猎杀祖先正面都可以一招轰杀 更何况是偷袭呢 南宫园被一招击破 还没来得及催动这一套绝品仙器的威力呢 就被直接打飞了 南宫园虽然是无上祖先 但却不可能发挥出绝品仙器的威力来 祖先只能够用自己的祖灵法则 锻造上品仙器 绝品仙器只有元仙圣仙才能够锻造 当然 祖先也不能够催动绝品仙器的全部威力 方寒就趁这一点直接灭杀 夺取绝品仙器 既然盗叙圣子 陈一梅如此的嚣张 那么他既然解释了身上的力量来源 也就肆无忌惮 反正出了什么事情 都可以往古圣身上推 只要不施展出33天造化神权来 没有人会怀疑 好宝贝 方寒一把抓入精芒之中 就感觉到强大的力量开始反弹 他的脑海中立刻显现出了一幅图画 一个白衣男子绝世容颜 简直令苍生颠倒 只可惜一头白发 悲气苦闷 挨没大于心死的味道 这个男子站立在山巅 任凭大风吹拂 一股肝肠寸断的气息 从他身体中传递出来 突然他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一双眼睛朝方寒看过来 方寒立刻就感到 自己好像也肝肠寸断 心被穿过 情被斩断 这就是情圣留在里面的园林烙印 好强大 我不能够压父 这是圣人之意 圣人的执念 方寒心中猛烈摇晃着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那情圣南宫伤心的园林烙印 在方寒实海中步步走来 嘴里淫着伤心欲绝的诗句 每一句诗词 方寒就感到自己的神念 仿佛在被切割疼痛无比 这是心意的比拼 完全和力量无关了 这也是一种执念的比拼 谁的执念更强 谁就能够赢得胜利 情圣的执念 可怕啊 方寒正要运起自己的最强意志 与其抗衡 就在这时 明明虚空之中 一股无比强大的意志 突然进入他的脑海之中 显化成了一尊形体 这尊形体高大 比南宫伤心的形体气息 要猛烈千百万倍 带着混乱的意志 混乱天军 方寒十分熟悉这股意志 一下就知道 这是冥冥中 混乱天军的意志 降临下来帮助自己 混乱天军的意志 只在方寒晋升天仙的一刻出现了 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现在又突然出现了 混乱天军的意志 稍微一降临 那南宫伤心的元陵烙印 就被压迫得粉碎 什么执念 什么道数 都飞灰烟灭 混乱天军是太古的天军 天之君王 所向无敌 和永恒混沌灾难这些天军一样 活了许多混沌纪元的人物 哪里是一尊小小的圣人烙印 能够抵挡得了的 就算是一缕意念 也可以摧毁真正的圣人 南宫伤心的意念一被摧毁 那伤心宫 绝情剑 就落入了方寒的手里 所有光芒内敛 完全收缩 好像成为了方寒自己的法宝一样 第1790几 混乱天军的意念 混乱天军的意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似的 但是方寒心中出现了一个念头 这位绝代天军来到了天界 混乱天军屡次帮助我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过我感到了明显的善意 也不知道他在很多年前 为什么返出天庭 许多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方寒击飞南宫园 夺取伤心宫 绝情剑 也就是刹那间的事情 意念中的交锋 谁也没有看清楚 也不知道 混乱天军的意念降临 无影无形 直接渗透进入方寒脑海 就算是别的天军在场 都不容易发现 更何况是在场的人物 众人就看到 方寒一下击飞了南宫园 夺取到了伤心剑 绝情剑这两间法宝 那两间法宝 刹那间爆发出了 剧烈的神光来 但是下一刻 就被方寒压制下去 彻底驯服了 这伤心宫绝情剑 有南宫伤心老祖的 园林烙印在其中 根本无法夺走啊 就算是同样的圣仙 也恐怕要直接压制很长时间 难道那古圣还把意念 传递给了他 伤心宫 绝情剑 我们南宫世家的至宝啊 畜生 可恶 南宫世家的高手 看到这一幕 歇斯底里地叫嚣起来 怎么 你们这些人 还想和我交手 方寒帐中一团 精芒暴射而出 那伤心剑 绝情剑 就绽放出了 璀璨的光辉 一下飞起来 妖艺的大公和长剑 对准了南宫世家的 四大祖先 不好 速退 南宫世家四大祖先 纷纷后退 他们深深知道 伤心剑 绝情剑的威力 眼看着恐怖的绝品 掀器对上自己 都大惊失色 歇斯底里 疯狂的面孔 变成了惊恐 场面上的气氛 立刻一边倒了 好 凤云师弟 干得好 看来你不但得到了古圣的全部力量 还得到了他的意志 这可是一步登天了 道序圣子看到这一幕 也回过身来 伤心宫 绝情剑 绝品仙器 威力绝伦 好 很好 足够做这次事情的补偿了 好 陈一梅 陈一梅也在叫好 梅非色舞 这一套绝品仙器 就作为赔偿 现在你们可以滚了 我们羽化门和南宫世家的恩怨 一笔勾销 你 风元 速速把伤心宫绝情剑叫出来 否则的话 你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老祖南宫伤心出来之后 你就彻底灭亡 难道你想惹出圣人 南宫杀怒吼道 哼 有种就来我羽化门讨还这弓箭 方寒把掌中弓箭一转 蠢蠢欲动 就要击射出去 吓得四大祖先又连连后退 圣人虽然厉害 但是我羽化门也有 南宫伤心来就来 我们也绝对不会恐惧 可我们羽化门展开杀戮 谁都不会怯场 道虚圣子态度无比之强横 你们还不快滚 好 好 我们这就走 不过你们等着 南宫杀四大祖先仓皇退出去 面对方寒 他们已经是彻底失去了战斗的勇气 道虚圣子拍手赞叹他 恭喜啊 恭喜师弟 获得了一件绝品仙气 一般的祖先都不可能有这件宝贝 不过现在先至于境界 师弟还不可能发挥出这件宝贝的全部威力来 得尽快晋升到祖先境界 可以发挥出一半的威力 到那个时候 可就厉害了 陈一梅也告紧 不错 凤云 金仙境界 随同上品仙气都不行 更别说绝品仙气了 还有 南宫世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以后要小心一些 还是要尽快晋升到达祖先境界 祖先的地位和金仙截然不同 而且力量有天差地别 能够很好地保护这件宝贝啊 哼 我会尽快晋升的 方寒知道两人是好意 不过他却丝毫不担心 南宫世家的人会找自己的麻烦 那伤心界 绝情界的主人 南宫伤心的园林烙印被直接击溃 南宫伤心的本人自然会知道 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南宫伤心虽是圣人 圣仙 但是和混乱天军这种太古大能相差 不知道几千几百万里 混乱天军这种级别的大能一出手 他就知道厉害了 绝对不会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 也不会去禀报天庭什么的 因为他不敢插手进天军之间的争斗 天军随便动手都可以捏死他 南宫世家如果失去 就对此时封锁 不闻不问 方寒心中很是明白 自己背后隐隐约约站立了 混乱天军这尊无上巨拨 甚至还有终结圣王站立在背后 如果真的有大势力对付自己 恐怕这两尊高手会暗中维护的 虽然中阶圣王被封印起来 不过此等人物 差不多是超越了天军的存在 肯定有种种法门来庇护自己 方寒虽然知道 自己都是这些大人物的棋子 但却感到了这些大人物的善意 似乎并不是想利用自己 他修成了纪元之道 有无上推算 还有心灵的洞察能力